OK 那我現在就用我的15到20分鐘 做一個簡短的理念 我今天要表達的其實就是這個statement 敘事論述能力 Narrative skill OK 這個是專業跟通識科學素養的關鍵的一環 OK 我知道這句話對於在座的朋友 恐怕是理所當然 其實根本不用多講 可是從我的經驗 我知道人就在台灣 尤其在台灣 有不少人不見得認同 再我覺得是根本就是common sense的一回事 那我剛才提到說 我以前有參與一個科學素養的界定 事實上我們那個科學素養的界定的主要的結論之一就是說 你在從事科學教育的時候 要千萬要記住要提升學生的Narrative skill 那這一點跟這個人文素養在這上面是共通的 OK 我就從這個故事講起來 這個是一個哈佛大學的教授 他名字叫How George John 那我不巧在一些時間之前 我在他的網站上面看見 他把他的一個 lecture note post在網頁上面 那個課名是什麼 坦白我不記得 不過是lecture 24 OK 那他有許多的topic OK 那我只把相關的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這個part 把它copy在這裡 顯然他這個lecture 24 是要來談宇宙學 Cosmological Principles and Hubbard Expansion 他前面有一個disclaimer OK 這個Georgia教授他說 I won't spend a few lectures on cosmology This is not an area that I have worked in 他說我要來教你們的這個cosmology 不是我專長的領域 So I do not know it in my bones the way I know particle physics 這個Georgia教授是一個粒子物理學家 他最廣為人知的工作是所謂的 這個叫做大統一場論 Grain Unified Theory 那他一開始就很坦然的承認說 我對cosmology等於說我不那麼懂 OK Not in my bones 可是他講他還是可以講 因為他的lecture就是要教學生 這個cosmology 所以什麼叫做in my bones in our bones 當我們說一個subject 我熟悉到they are in my blood in my bones 這什麼意思 那如何讓一個知識get into your bones 我就覺得這是很有趣 OK 那我相信這個問題是沒有答案的 OK 他可能也是無意間隨便講一句話 就勾起我看了 我稍微有一點震撼 就是說一個老師一個Hobb教授說 我不那麼了解我的subject OK 我可以打斷一句 你這個講得正好 因為這是台灣的物理學生最大最大的問題 我是理論物理學教授 台灣的物理學生是用頭腦去理解物理的 沒有feeling 沒有用心狀 我告訴他們你必須解釋你的心狀 他們不了解 他們都考試第一名就好了 他們都解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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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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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樣表示說我這個沒有 我的part是對的 我等於替你鋪路 到時候再讓你去 say whatever you want to say 那我剛講說 到底那句話什麼意思 我想沒有單一的所謂的正確的答案 OK 那我就提出說 我相信 OK,it's a belief 如果我們能夠用日常語言來傳達科學知識 這些知識就比較深入我們骨子裡 我這是一個claim I cannot prove it 但是我的經驗告訴我是這樣 這個我底下會有elaboration 那麼我們所碰見的這些知識 尤其是科學知識 面臨的問題就是說 我們在學科學的時候 常常是透過專業語言 就是你有這些假槓 例如說mathematic 數學方程式 那這一些專業語言跟我們日常語言 普通語言 一般語言是不一樣的 那我解釋這個how Joel Jai 他講說有一些東西他不是in his bones 我這是主觀的解釋 或者不一定是他這樣想的 就是說我來說如果有一個知識 not in my bones 我大概會說我大概只能夠用方程式 來告訴這些知識內容是什麼 告訴你們我沒有辦法用自然語言 很自然的隨時就可以很流暢的 表達這些知識的意義 有一位康乃爾大學的物理系教授 Mermin 這也是一個physicist 是一個知名的物理系教授 他曾經有一篇文章 這個文章的名字叫做writingphysics 裡頭提到說 比如說在要解說物理概念的時候 你所碰到的挑戰是 例如說相對論跟量子力學所談論的現象 是日常熟悉的語言所不能夠應付的 因為這些日常語言只能夠描述古典物理的經驗 如要談論相對論跟量子力學 得要仔細的重新檢討日常語言 或者全然放棄它 他說物理學家傳統上選擇了第二條路 就是基本上是透過formalism來呈現 或者說equation來呈現這些奇特的學問 他特別強調優秀的物理學家 能夠修改日常語言以便與抽象的結構對應起來 其他的物理學家從來沒有跨出那重要的一步 也就是說他們從來不懂他們在幹什麼 對 最精彩中演員聽一下 其實我非常樂意說我們 自由談論就是這樣子 OK 見到這個 因為最近我在眾演員聽演講 真的是 unbelievable 真的是不能想像 哪都是 equation 然後一句話都不懂 我等一下再給你另外一個 事實上有一個演講 就在台大物理 幾年後 我自己不在場 後來有我的同事轉述給我說 那個演講是一個生物理的演講 好像是生物理啦 那裡頭沒有 equation 結果我們就有叫在底下說 你這個talk好像不是物理的talk 你這個talk好像沒有以任何一個方程式 所以這個the opposite to what the human experience 總之底下這個話 他說只有你能夠把一個事情解釋給外行人聽懂 是你自己才算真懂 我想這個大概也是很多人都有的經驗 你真正懂的話 你要能夠解釋給外行人聽 所以就是回到我的claim 我就說 無論是專業或非專業的觀點 科學素養必須包括 能夠以日常語言來說明科學知識的能力 因為這樣的能力是比較可以帶得走 比較持久 你不要說我隨時好像要帶個一本書在旁邊 你才能夠隨時翻閱說這些知識是什麼 我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例如說什麼是廣告相對的 有一個知名的物理學家 他現在已經過世了 叫John Will 我知道他是Tony的大學的 算是什麼 你們算是advisor嗎 是Princeton大學的 其中一個advisor 他有一個很知名的學生 我等一下會引用到 就是Richard Feynman 就是Fateman 他已經過世了 他曾經用兩句很精簡的話 或一句來說明什麼是廣告相對的 他說時空告訴物質如何運動 物質告訴時空如何彎曲 我今天因為重點不是這樣 我來解釋什麼是廣告相對 我就告訴你說這個話很vivid 你是或不是專家 就是說你能夠用這樣的話 來表達廣告相對這個學問 我覺得是相當不容易 而且是很棒的事情 主義是一種思想的信仰 如果再配合上一些圖 那這個其實是 我想就是說外行人也可以 你能夠採取什麼 我底下要補充幾個例子 就是關於這個 這個Nature Language在這個 OK 這一位先生是海參寶 這個大概是他三十來歲的時候的照片 海參寶我想在座的人 應該都聽過這名字 即便不曉得他做了什麼事情 因為這個是二十世紀大人物之一 他是1932年拿物理諾貝獎 他那時候拿諾貝獎的時候 應該是三十歲出頭而已 右邊這一位先生是叫做曹永鎮一郎 英文是Sin Ichiro Tomonaga 曹永鎮一郎 他是日本第二位拿物理諾貝獎 是1965年拿的 那麼在1938年 曹永鎮一郎在日本拿到了博士之後 那個時候日本的科學 相對於西歐當然是落後的 所以也跟台灣的學生一樣 你畢業之後或者是 畢業之後要到歐美去當博士後研究 或者說就到歐美去念博士 那曹永鎮一郎呢 就在1938年到德國去做博士後研究 那是國家出錢 然後去跟海參寶學習 那曹永鎮一郎後來有發表所謂的劉德日記 那這個是日文寫的 這個還沒有據我所知沒有英文翻譯 那這一段話是我父親替我翻譯的 那我讀到這一段話 他說曹永鎮一郎 4月21號1938年 他說我去海參寶教授的房間 他看我的計算 予以批評 他說多寫文字敘述 文字敘述比計算式重要 物理之論文最重要的地方 你必須要in words 而不是in equations 大家想要看的是那些說明 我特別引用這個就是說 這種東西你還是要學的 聰明如tomo naga tomo naga已經比我們在座的人都聰明了 可是還是要有人點他的 我認為這個要有傳承 並不是說你好像天中英明 你就知道說我要怎麼樣子 來表達我所知道的知識 我再舉一個例子 這位先生叫hoffman 他是chemist 他是1981年化學諾貝爾講 那麼他 同樣 我這邊所舉的例子這些都是 scientists slash writers authors 他出了許多本書 其中一本是叫做 The same and not the same 裡頭算是一本詩集 可以這樣子講 台灣有翻譯 叫做天下翻譯的叫 百盪與兩極之間 他在2006年 就是五年前 我特別把這些日期把它 秀出來 是要告訴大家說 這些事情的討論 在美國都並不是說 已經是城牆爛掉了 就是as late as 2006 as late as now 他們也仍然在談論這些事情 hoffman 在這個雜誌 叫American science 他有個專欄 他在2006的 這個是雙月開 9月10月號寫了一篇文章 他的title大家看一下 Scientists improve their craft by writing about it OK 他說 I would claim that when scientists themselves write for a general audience their research is likely to improve 等一下Tony可以看看 他是不是echo 這樣子的看法 Why Because writing sets free the often suppressed metaphor OK 我簡單把他的這個 我挑一些 我覺得比較關鍵的句子 把他翻譯出來 他說 他強調了這個 敘事能力在科學中央性 他說重要的科學寫作訓練 訓練人解釋 結構意義跟想法 這正是優秀科學所需要的 OK 就是優秀的科學 需要優秀的科學寫作 這是不可分割的 有人可能會問 科學的基礎不就在於 觀察客觀的事實 可重複的數據嗎 難道我們不只是要說明這些 不要去額外去做那些裝飾嗎 漂亮的遲早 這個好像是跟科學不相干的事情 他說不 科學如果 抱歉我不用講漂亮的遲早 就是要有故事 OK 要把你這些data 要把它串起來 他說如果科學沒有故事 就不能夠存在 事實 Scientific facts cannot speak for themselves OK 人們需要口頭說明或文字說明 才能夠理解數據 人們喜歡用故事來組織 他們辛苦獲得的自然知識 我們一旦找到規律 就找到一個故事 傳統的科學方法要求我們提出 數個不一樣的假設 每一個假設不就是一個故事嗎 OK 因為他的這篇文章跟我剛才講過 我跟小妍所參與的素養研究的結論 其實我沒有參考像這些人的觀點 是一致的 我們同意這個觀點 你說的就是國民核心素養計畫 對 核心素養計畫 OK 好 那這個是我剛才已經做過翻譯的 他的一些他原來的sentences OK Storytelling 可能沒有 他說like metaphor 這個是Hofman的話 Storytelling is not mathematical yet it also is essential to good science people love stories OK Science cannot exist without narrative 所以我們必須要 emphasize the importance of telling stories 真的 還有他講到這有趣 他說他曾經被要求review一篇 paper 他說這篇 paper很糟糕 他說這篇 paper有25個table 然後呢裡頭的text裡頭的sentence就是說 This and that are true It looks like Please look at table 16 OK 那這就很類似我們目前的教科書的style OK 計算完 equation 或者是參考書 我再給one further example Phil Anderson 他是1977年物理諾貝爾獎得主 Anderson大概可以說是24世紀下半葉 最重要的理論物理學家之一 他在約略十年前 他受訪問到日本給一個演講 他這個題目叫做 Some Ideas on Aesthetics of Science 就講科學裡頭的美 他特別提到他說 他是對日本科學家講的 他說科學的 你要做科學 第一個skill當然你要能夠create Of course The second most important skill is communication 他說 This seems to be a special problem for Japanese scientists Science is the discovery and the communication of new knowledge 既然 Japanese scientists被他點名匹派 我知道台灣 scientists只有 程度只有更過而不會不及 OK 這個讓我想起 在我二三十年前到美國念書的時候 有時候我會聽見我的一些台灣的同學 就說 我在實驗室做得好辛苦 都是我們在做real work 我們真正懂怎麼一回事 而這些美國同學 只是會耍嘴皮子 只是會嘴巴講一講 他們並沒有真正那麼比我們懂 可是好像他們就take all the credit 那我現在瞭解 其實事情更複雜 你能夠耍嘴皮子是很重要的事情 你能夠tell the story 不見得你要do the hard work 可是那個是essential to science 所以台灣學生的確是 我相信對於什麼是good scientist 可能是有一些誤解 所以communication 是second most important skill 那這個我不認為在台灣是full and appreciate 所以我現在到處在講這件事情的時候 就是說有時候一個真理 不是說你知道 少數人知道而已 你要大家都知道 這個才顯現出他的power OK 好 任何講larity 絕對不能夠不提Mr. Feynman OK 所以我不能免輸 一定要講 那這個是大家知道 在座各位應該聽過他 即便你沒有讀過他的任何一本書 因為他在台灣大概就是以這本書聞名 在全世界也是如此 Surely you are joking Mr. Feynman 台灣上一座別鬧的費賣協定 這個就是周神功引進的科普書之一 OK 他的科學貢獻是很廣的 那他其中在所謂量子電動力學的貢獻 讓他拿到1966或67的諾貝爾獎 這個是他拿諾貝爾獎的工作之一 OK 這篇文章叫做The Theory of Politicians 是1949年9月發表的 OK 那他那個時候大概是31歲 那麼 到那個時候為止 他發表的paper我相信不超過五篇 OK 所以等於是他 這個 你可以說是 等於說是 處女坐欄 你如果要這樣講 可以大致上可以這樣子講 那為什麼 他其實是1918年出生的 為什麼1949年才這麼發表他最重要的paper 因為我們現在來講 這個 好像 尤其做理論物理 30歲沒有做出東西 大概就可以退休了 這個是 這個好像是底拉克講的話 因為他們那時候是二次大戰 他們參與了戰爭的研究 所以 這個有三年的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空白 就是不是完全投入科學研究 我要來舉 他這一篇成名座裡頭的一段話 來告訴大家 他那時候還不是Mr. Feynman OK 他那時候只是一個Nobody 但他已經是Already Somebody 但是 還沒有被大家了解到說 真的這是一位非常特殊的 這個 的一個科學家 OK 就是他真正這個成名之前 的工作 他這一篇文章 大家再看一下這個title Theory of Positors 我們知道這個例子 所有的例子都有一個反例子 那例子跟反例子碰在一起的 可以互相消滅變成光子 或者是 光子可以退化成例子跟反例子 你們只需要知道說 反例子有這樣的特性 OK 他就用一個graph來代表底下的事件 這個底下事件是這個樣子 在時空點A4 這一個點 產生一個電子跟反電子 對 反電子叫做正子 那這個產生的電子 從時空點4 跑到時空點2 然後正子從4跑到3 所以我剛才講 你們只需要知道 光子可以退化成電子跟正子 所以電子是從4跑到3 那這個正子被產生出來後 從4跑到2 那這個正子是從4跑到3 也就是所謂的Positors 然後跟從1跑到3的電子消滅掉 所以這個過程就是電子 然後正子 然後這裡有一個電子正子消滅的過程 在這裡有一個電子正子產生的過程 Feyman的發明就是 這是他的成名作 就是他拿諾貝講的原因之一 他說這整個過程有涉及什麼 電子正子電子 涉及 several particles 但是事實上 你可以把它想成說是 一個電子怎麼樣 它走 zigzag的路徑 從1走到2 他有一句話 這是英文 我就把它翻譯成中文 他說 這就好像是轟炸機緣 低空飛過一條路 繼而發現 繼而忽然間發現三條路 只有當他看到其中兩條路會聚在一起 之後消失 才仿然大霧 他只是飛過了一條彎折的路而已 所以他說 你一個Bombardir 一個轟炸機緣 他來到這裡 他看見有三條路 他再繼續往前飛 才知道說這三條路其實只是一條路 只是一條路在這邊轉折再往前飛 像這樣的句子 其實你嚴格來講 他不需要寫的 因為他的數學都已經可以表達 他要表達 就對專家來講 這一些句子是不需要的 但是他在那個時候就 硬要把像這樣子的描述放到他文章裡 我認為這個就 我說這是事後回來看 就顯現出他是一個很不一樣的physicist 他講說他所瞭解的 他願意把他所瞭解的東西 put into words 把它寫在paper上面 我就現在回過頭來看 是very unusual 所以也許那個時候如果說是 有這個伯樂的話 應該已經看出有一批切立馬在這裡 但其實那時候已經有很多伯樂看出 他是切立馬 我只是說我現在以這個為例子 OK 這是一個narrative 有這個東西 這個是very good 所以我現在在外頭 有時候到高中演講 我都跟高中老師說 科普是科學教育的核心 無論是專業或通識 當然科普用在通識上面 這個是好像是理所當然 可是專業也是一樣的 不要有時候科普只是給外行人看 都需要注重培養閱讀跟敘事能力 當然我這裡所謂的科普是指說公式少 就強調這個explanation 強調narrative的這個書 我這邊這個是refer to Hawking 有一本時間簡史 他說科普書 因為他在寫那本書的時候 他的編輯跟他講說 科普書沒多一個公式 銷售量就減一半 所以他就是公式要少 這是他的這個 Hawking定義中的這個科普 那在這個意義底下 話多一點 公式少一點 是這個很重要的事情 OK 我不是說它是唯一的事情 我說這是極為重要的事情 而我們在教學的時候 常常就是說 你就省略掉那些 囉哩囉嗦麻煩的話 可是那些麻煩的話 其實是你把這個精華是丟掉的 OK 抱歉 這個是重複了 OK 好 這個下一個speaker是徐一鴻 OK 他著作等生 OK 他的專業部分我就不講了 他是知名的理論物學家 他有出過許多書 其中有 例如說這一本書Fearful Symmetry 是這個科普書 台灣有台灣有翻譯 我還特別因為這個 好像五男友送我一本 就是翻譯作可謂的對稱 但是中文翻譯Fearful Symmetry 然後還有一本 這個大概主要是好像 應該基本上就是 談對稱在物理頭的這個意義 但主要是粒子物理的內容 那有一個是 An Old Man's Toy 應該是 Cosmology 跟Generativity 然後還有一本 我不曉得該怎麼說 這本書的內容是什麼 你看這個叫做 Swallowing Clouds OK 等一下你們可以問他說 到底他這本書在講什麼 OK 他除了這個書之外 他還有寫過這個textbook 這個是常論的textbook 我個人認為是 對於一般的讀者來講 OK 這個是最佳的常論的textbook 那我翻到他這個書 很快就出新版 OK 所以Tony可以記得 記得這是第二版 OK 所以我現在有兩本 一本是第一版 一本是第二版 他的第二版 補了一個序言 一個preface 他引用Richard Feynman的一句話 他說 What one fool could understand Another can 一個笨蛋懂得 另外一個笨蛋也能懂 OK 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到 他的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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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 所以 就請這個 許教授來 可以說 說什麼 他想說 O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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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